现在像那时候演员 比如说像小旭 欧阳奋强他们就是很幸福 就演到了那个 很多人都想演的那个角色 但还有一小部分人 就是我离那个角色 比如我离宝玉 可能已经很近了 我都能够摸到了 但最终不是我的 他们都说那个马广如 说他内心其实还是挺 挺受这样的震动的 他想演贾宝玉 对 但是他在跟我面前 他也不敢 他也不敢流露 他特别喜欢陈小旭 听说还割腕明智什么的 就在正边 我记得很清楚 就在那个楼梯上 他正要割腕的时候 我去了 我说你干嘛呢 你这是 扶来发现他是割腕 最后喝酒续酒 早早就去世了 夭折了 哎 嫂子 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 又怕嫂子年轻 不肯轻易见人 一家子骨肉 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 你快去入席吧 仔细他们拿住 发你酒 最后宣布角色 决定谁演谁 谁演谁 您的意见 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多少 我是基本上占百分之六七十 也有呢 我就是没有统一大家意见 比如说王熙峰 邓杰 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是后来演游三姐的周月 还有一个是叫乐运 乐运去香港 后来去世的那个 去世了 你比如说那个迎春 我说你真是你有运气 那怎么回事 杭州去演艺前演员 我就在楼窗上随便这个看 选完的演员都陆续往外走了 我就随便问那个我们那个副导演 我说那个高个儿 我说你把他留一下 我看一下 因为我看的是背影 他说他比较木啊 不会演戏啊 哎呀 我说他就是二木头啊 就这一眼 就定了他的终身了 我那个背影 要是没看见他的话 他就回人民公社了 他后来怎么能 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呢 还跟巩俐他们是五朵金花 而且他的修养 整个的知识水平 跟那个时候也不一样 他是八七版《红楼梦》当中 假营坑的扮演者 其实人的命运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上学 大概也许就不是这样了 八五班 五朵金花 就巩俐 石可 吴玉娟 还有陈美 《红楼梦》拍了 我大概是二十年以后 我才看的 不敢看 有时候你在大街上 那个时候电视机都放在门口的 大家都围着在看 都没有去看过 听到那个音乐一起来 有一种内疚 一种歉意 对自己的一种遗憾吧